中國火鍋連鎖餐飲海底撈 昨晚發布盈利預警 初估2022年上半年虧損約人民幣2.25億元至2.97億元 而去年同期淨利人民幣為9,650萬元 海底撈表示 2022年上半年營收預計不低於人民幣167億元 對比2021年同期營收約人民幣201億元 減幅不超過17% 對於營收減少 海底撈指出主要是因為2022年3月至5月COVID-19疫情影響 而導致大陸藥干餐廳停止營業或暫停糖食服務及客流量減少 以及因為剁木鳥計劃 餐廳數目對比2021年同期減少 海底撈指出預期虧損主要因為剁木鳥計劃下部分門店關閉 發生處置長期資產的一次性損失 減值損失等合計約人民幣2.55億元至3.27億元 以及疫情反覆若干餐廳暫停營業 但仍有固定開支及員工成本產生 預期6月後疫情緩和 營收疫趨好轉 資料顯示海底撈上半年有68家店連續30天未能營業 而關閉中的68家店之中深圳佔了8家 北京和鄭州這兩個主要戰場分別關閉了4家 杭州和中山分別關閉了3家